很多朋友留言想做薄底披萨 今天就把制作方法和技巧分享出来 保证你看一遍就能学会 5克干尿母粉加160克冰碎 搅拌化开 然后加入250克中泥面粉 再加入25克全麦面粉 先快速的搅拌成大的面絮 再加入2克盐和30克植物油 之后下手揉成光滑的面团 像这样就可以了 揉好之后将面团分切出两等份 再分别整理成圆球 然后盖好长文松脂饧面30分钟 这个就是松弛好的状态 案板上撒些细玉米面 然后用擀冰棍将面团擀成直径25厘米 也就是10寸左右的圆饼 这个是10寸的披萨烤网 比较一下差不多是同样的大小就可以了 然后抖掉多余的玉米面 用打孔器打孔 没有打孔器就用家里的小叉子 把披萨饼底放在烤网上 没有这种烤网你就烘焙纸也行 先抹上一大勺番茄酱 之后再铺一层马苏里拉奶酪 这个是进枪鱼罐头 使用之前需要沥干水分泼在奶酪上面 再放几个青红胶丝 一把玉米粒点缀一下 最后再撒上一些奶酪 这样一个披萨的饼胚就做好了 烤箱提前预约好 250度烤5分钟左右 好吃的进枪鱼薄点披萨就做完了 这样做的披萨饼底不仅薄 而且非常的柔软 喜欢的朋友就赶快试试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